来自北美首届旅游高峰论坛 日前就在南加州举办 而这次的论坛主题就是 新时代、新格局、新旅游 论坛会集着数百名的业界精英 同时呼吁要顺势而为振兴出境游 本届旅游高峰论坛主要关注 以2020为起点的新的10年 在受到中美贸易战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 北美旅游以及相关业态发展 只在促进北美旅游同业之间 以相关行业的交流、协调和合作 为北美旅游同业 搭建一个共享旅游业发展成果 同共商旅游经济发展大计的对话平台 我们在此邀请到了来自美国、加拿大、 香港、中国、世界各地的旅游大咖们 共同来探讨我们旅游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同时也通过论坛的形式 向我们洛杉矶的旅游业者分享一些 如今旅游行业最新的一些趋势 和大家探讨一些我们目前遇到的一些困难和困境 同时我们通过这些探考 增加了各个我们产业链中 各个旅行社和旅游公司之间的合作 最后我们在此也发布了我们文景旅游集团旗下的图绘 这个同业平台 我们图柜的一个创造是专门为旅游行业内的这些旅行社、旅游公司 还有旅游资源做服务 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销售旅游产品 做中国市场的一个生意 必须要吻合中国这个大的局势 我们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 对于引导企业的走向和走势 以及发展的前景都是很有作用的 所以要注意观察这些趋势 包括一带一路 包括最近刚刚出来的海南岛 变成这个自由贸易港和这个特别的一些政策吧 那推动旅游跟推动都市跟都市之间的合作 推动我们之间文化艺术跟商业 由我们这些travel agency来帮忙把这些商业带动起来 根据介绍 本次论坛有四大特色 第一是北美华人首次举办旅游高峰论坛 讨论业界最新的动向 二是论坛含蓋信息交流和开展合作等平台 帮助旅游从业者从中受益 三是通过嘉宾对话等的环节 深入讨论行业发展 进一步推动北美旅游业的长远发展 四是发布为旅游同业服务的tourdeal.com平台 免费提供全球海量产品提升同业价值 天下卫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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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